本来这个视频呢通常是要晚一点出的 但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卸货了嘛 所以我就想早点把这个奖开了 早点把东西给大家寄出去 万一我提前生了没时间给大家寄奖品怎么办 Hello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做我们一年两度的大礼包抽奖活动 今天这个大礼包呢 真的我觉得可能是我有史以来最丰盛最好的一次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永远参加 抽奖方式我会放在视频最后 然后视频最后还会再宣布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开始 先从彩妆的部分开始吧 第一个呢是两个试用妆算是 一个是NARS的Laguna Bronzer 这个我自己有一个正装的 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网红产品了 而且很适合我们亚洲姑娘的肤色 第二个是Berry Minos Original Liquid Foundation 色号是Fairly Light 03号 我觉得应该也适合大部分人的肤色 所以一个盒子里面一个 接下来是两个高光产品 一个是L Louise的一支液体高光 不好意思啊 我检查的时候把这个包装弄坏了一点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但是都是新的 我就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高光颜色蛮深的 但是我感觉应该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涂在身体上的 我们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肩头啊 还有锁骨这边稍微涂一点 会给你一种非常健康 非常女神范的那种高光 bling bling bling的感觉 或者涂在腿上 涂开了呢颜色也不会特别深 而且我觉得夏天的时候 身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颜色比较好看 如果真的是那种白花花的 反正我的审美呢 我是觉得有点太白了 就不是特别健康的那种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的会显瘦 另外一支呢 就是我们普通的高光了 它这个里面应该有几个不同的颜色吧 这是一个叫Kinder的牌子 我还没有听说过 所以它有几个不同颜色的高光 是这样子的 真色的可以稍微打一点阴影 然后浅色的呢 就可以做高光 接下来几个呢 是眼部产品 这两个对应的一个是眼线笔 就是一支普通的胶质眼线笔 叫Queen的一个牌子 是这个样子 就不给大家试色了 另外一个是一套假睫毛 带一个带假睫毛的工具 叫Fabulous Look 是比较浓密型的假睫毛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得上 反正这也是两个盒子里面各一个 接下来是两个套装 一个是Rockens Cosmetics的一个眼影套装 它是三支眼影笔 叫Threesome这个套装 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黑色的 一个墨绿色的 还有一个深蓝色的 都是比较适合烟熏妆的颜色 另外一个叫Trustique的牌子 这个牌子我以前也收到过 还不错它家的东西 这一支我有 我现在就有了 所以就拿来送给大家吧 这是一个睫毛膏 然后它上面呢 带了一个夹睫毛的夹子 这个夹子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比较小 就容易夹到眼角 还有眼尾的那种 比较小的 不太容易夹得住的睫毛 但是呢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你要来回多夹几次 总之这个睫毛膏和睫毛夹 都还蛮好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一支眼线笔 所以这是一个套装 两支BB霜 一个是Purless的BB霜 另外一个是叫BRTC的一个牌子 是个韩国的牌子 所以这两支BB霜 也是一个盒子里面各一个 接下来这两个呢 有一个不算是彩妆产品吧 但是我实在没有搭配的了 一个呢 是叫HON的牌子 是一个全能型的彩妆条 是这个颜色 这颜色还蛮好看的 它可以用在全脸 可以当眼影 可以当口红 也可以当腮红 就是小小的一个 非常适合旅行 就拿这么一个把全脸都涂了 基本上 本来我还想试一试来着 后来我一想可能宝宝出生以后 我也没什么时间化妆了 或者是去钻研这种东西 还不如送给大家 不过这个盒子也是让我拆的时候 稍微损坏了一点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另外一个是叫AMNH的牌子 里面呢是一个唇膜 但是它是这种 里面有亮晶晶颗粒的唇膜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了 反正送给大家试一下 今天来两个呢是我们礼物里面的重头戏之一 一个呢是Charlotte Tilbury的Film Star Bronze and Glow 这个我在Beautylish忙和开箱里面给大家售过 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啊 它是限量版的 上面有施华乐士奇水晶装饰的包装 里面就是它加那个很网红的高光和修容盘 这个我自己也有一个 所以我就没有留 我觉得还不如送给大家呢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很喜欢的一个高光修容盘 然后它还给带了一个小刷子 另外一支呢是Hourglass的面部综合盘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盘 我把这个盘整个都空瓶了 虽然这一支跟我空瓶的那支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呢基本上是大同小于的 差不多 然后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盘 有六个不同的彩妆粉 下面几个呢都是脸上的定妆粉 上面几个呢是两个腮红和一个修容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盘 很实用也是很适合旅行用 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盘 当时呢大家说你既然空瓶了 那说明你很爱应该留下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有类似的盘 而且呢我也想试一下其他的盘嘛 所以虽然我很爱这个盘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留还是有点浪费 所以就把它送给大家 下面几个都是眼影盘了 Iconic London的一支盘 哦这个不是眼影盘 这也是一个面部综合盘 就是有高光有腮红有修容的 下面一个呢是叫Hip Dot的 一个盘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里面呢是一个偏冷色调的 基本上都是蓝色 还有一些很neutral的颜色 也是非常好看 下面一支呢是叫KAB Cosmetics的牌子 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但是它上面写的是day and night 就是应该是有一些neutral的颜色 然后呢还有一些烟熏的颜色 可以画日常妆或者是画晚宴妆 烟熏妆都可以 这个是偏暖色的 最后一个呢是Ace Beauty的Nostalgia Ace Beauty的彩妆 我之前也在门口里面收过 我觉得还不错 它家的品质还挺好的 但是也是因为我这种盘实在是太多了 哦 狗毛 我每次都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说 如果大家看到指纹印啊 狗毛啊这些的就 当做是一个bonus吧 这个没办法避免 但是都是新的啊 大家不用担心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彩色的盘 我觉得这种东西呢 可能大家平常要自己去买呢 不会自己买 但是呢收到了 我觉得有时候画一个特效妆啊 或者是就是特定妆容的时候 也说不定可以用得到 反正这四个盘呢 是每一个盒子里面各两个 如果大家熟悉我的频道呢 我会在油管和B站上各抽一名中奖者 所以呢我是分开两个盒子的 这些都是随机的啊 没有特定的 大家不要给我留言说 我想要哪个东西在哪个盒子里面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盒子里面 我每一次都是把它分开 然后把它包装好了 之后呢我就随便挤一个盒子出去 下面两个呢也跟彩妆有一些关系吧 也算是彩妆产品吧 就是两套化妆刷 一套呢是Luxy这个牌子的 我自己也有很多Luxy的化妆刷 我觉得品质非常不错 而且它送的旅行袋 颜值也非常高 而且品质感觉非常好 是那种挤皮的 应该是防挤皮的 不是真挤皮的 但它里面呢就有这么多化妆刷 这个带出去旅行也非常方便 另外一套呢是花西子的 叫花前染化妆刷套装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里面呢有几只这样子的化妆刷 它家的品质也非常不错的 我有拿出来试了一下 那个毛啊非常非常的柔软 但是呢我化妆刷也是太多了 没有必要再留了 所以就把这个送给大家 这个盒子也是质感非常好 我觉得花西子真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反正我之前买的那一套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好用 还有一套化妆刷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是跟什么搭在一起了 所以就给大家准备了两个不同类型的产品 这个叫Glamour的牌子 它里面呢是四只化妆刷 是比较小的眼影刷一类的化妆刷 也是感觉非常柔软 而且它这个手柄颜值也非常高 有没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就是里面有这种亮晶晶的亮片 就是很少女心的 然后它也是给带了一个套子 另外一个呢就不是化妆品类的产品了 这个是我盲盒的时候专门给大家选的 我觉得收到的人呢应该是蛮喜欢的 这是一本手杖套装 背面呢它给你附了一套那种贴纸 然后前面呢还有两只笔 这两只笔是带颜色的 就是四头的这个笔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就是这边和这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是大家可以随便的化 我觉得很漂亮有没有 接下来是一些后肤品了 第一个呢是Holy Frog的这个 维他命C的洗盐粉 里面呢就是一些粉 有点像酵母粉的那种洗面粉的用法吧 我还没有试过 但是我觉得应该蛮不错的 因为这个产品单价比较高嘛 所以对应的呢 我就给大家附上了两个不同的产品 一个是Evo Beauty的一支妆前乳 这个妆前乳它是雾面的 就比较适合油皮 给你遮毛孔 让你装效很完美的那种 另外一个呢是Brigio的这个Multivitamin 就是复合维他命 它主要是帮助你长头发啊 指甲啊这些 长得比较健康的 因为我现在运气嘛 我也不太想随便吃Brigio的 但应该是没问题了 只不过就是我没试过 所以不太想随便吃这种东西 但是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两个对应这一个产品 Good Molecules的Pineapple Exfoliating Powder 这也是一个粉状的产品 但这是一个去角质的产品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截面的时候用了 反正大家拿到看一下说明书吧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然后里面也是粉状的 对应的呢是一些痘痘贴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里面呢它是一小片一小片 你哪里有痘痘 应该是晚上把它贴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有效果 我没有试过 但是也是因为现在运气嘛 就是所有去豆的产品里面的成分 都不是特别好 就是对我来说啊 所以呢我就尽量不用 所以就把这个送给大家 如果不是运气的话 我真的还蛮想自己留下的 下面两个算是护肤工具吧 一个是KISH的Isoaller 就是冰滚吧 就是上面有个滚子 然后它很凉 我自己有一个不是这个牌子 另外一个牌子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没事干的呢 我就坐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把脸滚一下 很舒服 就很凉凉的 即使你不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它也一直都是凉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喜欢 另外一个是叫C的牌子 这是一套可洗的化妆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就是它正面和背面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你用完了以后呢 就把它洗一洗 还可以持续使用 就很环保 我还是鼓励大家用 可持续使用的化妆棉呀 就是如果能够避免一次性的东西 最好是避免 因为我已经有一套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套还蛮不错的 看上去很柔软 就很饱满的那种感觉 比我的那一套要好 其实 给大家一人送一个铜制的鸡尾酒杯 它是铜的 里面是不锈钢 所以呢 会非常的冷 你把冰块放在里面 然后再放你的鸡尾酒 会非常冰 很好喝 如果你用塑料的杯子的话 其实有时候喝酒 那个味就不太一样了 你用这种 不锈钢的是最好的 而且铜呢 它可以很有效的保温 这个是我的那个侦探游戏 我买了一个大套装组合 里面送的 但是我们家已经有 类似的杯子了 所以就把这个送给大家 我觉得颜值还是蛮高的 尤其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那个鸡尾酒叫 Moscow Mule 一般都是用这种杯子调制的 大家可以缺 搜一下那个鸡尾酒的调制方法 它是用 Ginger Beer 就是 姜啤酒 跟其他的东西混合的 反正我是很喜欢喝了 所以 一个盒子里面 一个 接下来是两个 手机伴侣类的产品吧 一个是 耳机 就是你插什么样的产品 只要有那个耳机的 插孔 就可以用的那种 另外一个呢 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 就是一个LED的灯 然后你把它夹在手机上 就可以这样自拍 我也是有一个类似的 所以就把这个送给大家 接下来呢 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产品 但是我也是在找不到 合适的搭档了 所以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一个呢 是一副耳环 就是很经典的这种耳钉 另外一个呢 就是KISH的一支丝绸枕套 这个是standard size 就是比较小的 我们家的枕头都是king size的 所以我用不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还真想留下呢 因为这个丝绸枕套 真的特别好 我现在只用丝绸枕套 就是对你的皮肤啊 对头发都特别特别好 之前我也说过无数次了 就不多说了 但是真的非常推荐 下面几个呢 是我之前买了蛮久的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用过 其实我有用过 因为我买了一套 有好多个 但是呢 我用不了那么多 就是这种小的蜡烛台吧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小的花瓶 我自己在家把它插那种 一朵一朵的小花 就是那种团花一样的 也很好看 因为最近在收拾家 又把它翻出来了 我觉得一直放的不用 也蛮可惜的 就把它送给大家 这些都是新的 完全没有用过的 如果大家收到呢 看到里面可能有一些 不是特别完美的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那种 做旧的感觉 是我最喜欢的 Tiffany蓝的颜色 所以每个盒子里面两个送给大家 最后两个东西呢 都是蛮大的东西 第一个呢 是一只放彩妆的盒子吧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颜值还蛮高的 有没有 然后里面呢 有三个槽 你就可以放一些化妆刷呀 什么的 因为我家的梳妆台 大家也见过 实在是东西太多了 摆不下 不然的话 我也想自己留着来着 但是我觉得收到的人 应该还会蛮开心的吧 另外一个呢 是 我觉得很多人 应该都能用得上 或者是很开心 能收到这个东西的 它是一个消毒器 就是给你的手机消毒的 一个东西 就是你把手机放在里面 就可以消毒 因为现在 尤其是疫情的关系 大家对细菌呀 病菌呀 这些东西还蛮敏感的 而且我知道 我的观众里面 有很多有洁癖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用个毛巾呀 什么的 大家就会说 啊细菌 然后我拆个快递 然后大家也 上面都是细菌 就是各种的 我碰个什么东西 都是细菌 所以我觉得 这种人应该还蛮多的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太介意 细菌呀 什么的 也不是不介意 其实还是懒 所以呢 我觉得我可能 即使有 或者是我很想用它 可能都不会经常用 但是呢 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说 这个东西还是蛮有用的 你就每天回家 把你的手机 放在里面 消消毒就可以了 其实还可以消毒 其他的东西 钥匙啊 我觉得都可以 反正就是 每天碰的东西 我们手机其实是 非常脏的 所以呢 我觉得 大家应该会喜欢 这个东西吧 以上呢 就是这次 大礼包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吧 我个人觉得 还是蛮丰盛的 我现在看了一下 我给大家准备的两个盒子 可能都不是够装 我要去 重新再找大一点的盒子 总之呢 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 抽奖方式呢 就是在 我油管和B站的视频底下 给我留言 有什么样的言都可以 也欢迎大家 多多的弹幕啊 一键三连 总之呢 就是多多的互动吧 然后呢 当然要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在油管下面留言呢 希望你可以把 你的Instagram handle 附在上面 因为油管上 没有私信功能 如果你中奖呢 我需要有另外一种方法 来通知你 或者是微博名字也可以 总之呢 就是有另外一种 我可以私信你的方法 来通知你 开奖日期呢 就是在 视频上传的那一天 一周之内 我就会开奖 到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信息 都放在下面给大家 如果那一天开奖了 我通知你 我会给你24小时回复我 如果你不回复我呢 那我就重新再抽一遍 我之前就有预告过很多次 本来你是中奖了 然后呢 因为你没有及时回复我 我只能跳到下一个人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 一个星期以后 回来再看一下 大家的私信啊 或者是我给你留的言 这样呢 就避免你错失 中奖的机会吧 另外我还想给大家 宣布一件事情呢 就是 也不能说宣布了 就是 跟大家说一下 我想在这个周末 也就是5月 应该是28号吧 美西时间的5月29号 晚上6点 北京时间应该是 5月30号 也就是周日早上的9点 还是10点 应该是9点吧 我到时候会把所有的信息 打在这个上面 然后也会放在视频下面 到时候呢 我会开一场直播 这一次呢 除了在油管上直播 国内的平台 我应该会用微博 因为 姐姐我终于被微博认证了 然后呢 我就示了一下 突然看到 我在微博上可以直播了 也许是因为认证过的关系 以前呢 作为海外的账号 是不能直接在微博上直播的 我觉得大家上微博上看直播 应该是更容易一点吧 以前直播呢 我都得翻墙过去 所以大家都说特别卡 观感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 这一次如果能够用微博 直接直播的话 我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这应该是我卸货之前 最后一次直播的吧 就是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有一些想说的话 想跟大家说一说 反正希望大家都能 来听我唠嗑 跟我一起互动吧 我还是挺喜欢 跟大家直播的那种感觉的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视频 多多地帮我点赞转发收藏 关注我就可以收到 更多有趣的内容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